最近就试了几套All-in-One的机器 今天就是试这个All-in-One机里面 应该是售价最贵的一部 也是一个大家相当熟悉的牌子 它就是日本TX 不过有一件事特别是 如果有玩近年TX产品的朋友就会发现 其实TX对上的5-10年都没有日本製造的产品 因为日本製造就会交给二数Tera组 当然价钱也贵 但这次就是TX近年罕见的Made in Japan的产品 它是什么呢? 它就是这个NR7 CD 听到又CD又成,它是什么机器呢? 现在立刻和大家开箱看看 16.5公斤 所以它也是一个比较大箱的东西 有Analog 标 Analog 标是连Essoteric 的机器都没有 这个遥控非常TX 即是501系列 503系列 都是用这种遥控的 另外机器跟着三张涌的贴纸 涌纸是贴纸的 只要贴在机脚上 让机脚不要刮花桌面 不过经验告诉我 这些涌纸贴纸 通常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所以我建议不要贴 不过先给你了 希望你也不要贴了 这部机器不是新的 实物真的相当不错 为什么刚才提到三张涌纸呢? 就是因为它只有三只脚 机脚大家都熟悉 Essoteric 的机脚 顶部全部是航天旅 旁边是弧的 当然前面最重要是有两个标 这两个Analog 标 喂? 其实这部机器是一部一体化的音韵器材 有CD 有解码 Integram 基本上你给它拼电 给它拼喇叭 还有给它上文网 完成 后面是Biting Post 电源在中间 意味着这部机器是左右对称设计 稍后开机就知道了 这里有USB 给你拼搏手指 在Final接播 给它上网 和数码同组输入 有两组Tosling光纤输入 有蓝牙接收器 还有一组Analog 立体声RC In 就是这样 开了机壳 首先第一件事要说就是两个側板 通常这些金属板 你敲下去很响 震得很厉害 但是这块板就不是 这块板是这样的 顶板也是一样 挺厚身的板 顶板就是这样的 可以给大家看 这个机壳里面分开两层 你一看到就是上层 它的下层是密封 全部都是数码的线路芯片 如果你要看下层就麻烦了 因为你要拆上层才能看到 我就不打算拆了 因为这里也挺复杂 我怕拆了不回 Power Supply 也是一只蜂牛 接着这一份是M 这是M 是Ise Power的M 因为写着它是Ise Power的模组 CG Transporter 当然 它是胶子做交易 不是用金属做 因为金属做 是VRDS 但当然 DX做交易 都是会 能够用足料来做研究 或者做魔改 所以整个交易的读碟力 应该对相当高 要读一下碟才知道 看看它的运作 可否相信有什么杂声和读碟能力是如何 下层才要购买东西,下层看不到 下层要看官方数据 先安装上去 谈论机的设计 基本上这部机是Tier 其实这个Diskplay 跟501、503系列都是一样的 Analog Build 反应相当大 基本上你一路播歌 它已经很积极、活躍地跳下跳下跳下 这里有PCM Digital Filter 一般来说都是调削的 否则其实你会看到有Sharp、Slow Slightly Sharp 还是 Slightly Slow 你想听声音的Sharp 刮得快一点就Sharp 你想听声音的Sharp,柔一点就Slow DSD Digital Filter 这个只有150kHz 电脑,这个电脑的声音 光感度 这个电脑的光感度 Auto Power Save 基本上都开启了 接着这里有一个Upcom 键,就是声频 声频很简单 PCM 升到DSD PCM 升到PCM 两倍 即是40.1 变88.2 如此类推 4倍 40.1 变176.4 8倍,7,6,8 最高到8倍,声音会很夸张 音效飞逝出来 不过我感觉上好像没那么自然 所以一般来说,如果听CD 我会选升到DSD 就是这么简单 转梳士 Internet 蓝牙 光纤输入1,2 同族输入Line-In-Analog 就是这样 CD 转盘,我们看看CD 转盘 出入都相当纯 还挺宁静 读碟速度 好,玩了 另外它有3.5mm mini jack的耳机输出 不过奇怪 其实你看到它本身的孔 好像也挺大 为什么不做6.3 不过不要紧 现在3.5mm 和6.3mm 都有很多漂亮的耳机 推力 看回SPEC 是标准 当然同样地 一定不够一些独立的耳机 但是 基本的耳机也是足够推的 这一部耳机 这部耳机 其实都是源自DX 501 和 503 系列 所以整体操作、规格、功能 其实都是跟501 503 相似 但是 用料配置上当然升级很多 而且多了一个CD 转盘 造工 造工很明显比501 503 比中国版本多很多 是二数Telic 级的制作 不过 说到里面的材料 都是二数机 比TX 重多一级 虽然这部耳机在日本製作 价钱也贵了 但是它也没办法威胁到二数Telic 的高级的地位 功能上 NEC 的部分 其实跟NT 503 基本上是一样的 之前也试过503 所以这就不特别跟大家再说了 IS POWER 的扩音机 所以声音是通清的 通清得很重要 速度很快 音效也很强 属于新音响的声音 不会是打音机那种 看看你喜不喜欢 有些朋友很喜欢 有些朋友觉得这些不耐听 但有些朋友才听得密度够高 音效够强 不会听着睡觉 所以要看看你自己喜不喜欢 推动力就是IS POWER 大家也不需要担心它的推动力 POOEC 的TELIC 10 基本上都是一些 需要扩音机的功率比较厉害的 它也能推得到 完全放心 我相信以它的推动力 一些小座地、大书架 都应该是完全没问题的 特别要说的是 它有很高质素的CD重播 这就是很多新一代的 All-in-one Music System 没有了 它什么都有 解码、Analog In 都有 但它是没有这个CD 这个CD是有的 而且这个CD是很清晰的 虽然它里面不是VRDS级 但是你也听声收货 今天跟大家说 这个TELIC NR7 CD 就说到这里为止 未订阅我的频道的记得订阅 喜欢我拍片的朋友 给个赞我 此时再跟大家介绍 不同的All-in-one Music System 事实上最近也是经常试 这一类型的产品 反映可能市场 可能大家发烧时 都喜欢有这一类型的产品 一件搞定的 不知道是不是大势所趋 虽然我自己 也是喜欢刷到一些东西很散 但是 的确有很多朋友 是希望可以贵一点的 看看 稍后会不会再有些其他 便宜一点、贵一点的产品 和大家介绍 就这样吧 OK 拜拜 拜拜